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字怎么读 这种药叫做强陆灰 特朗普说他每天都吃 所以他不用怕有新冠病毒肺炎 强陆灰的名字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由三样东西组成的 灰是一系列的药物 用来防止药质的药都会有这个 其中一种就包括这种药物 所以这个强陆灰本来很长时间都是用来医治药质的 就是炆这个药质是可以用强陆灰来医治的 这个药物的分子色有一个绿的原字 chloral是这里的绿 好了这个了 这个字现在读过强字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由养氢这两个字合起来组成的 在有机化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氢氧基 hydroxy或者hydroxyl group 就是由一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组成的一个组合 叫做氢氧基 那这些化学家他就要用一个更简洁的名字 就把这两个字合起来 就丢了那个盖 就成为了一个这样的字 这个羊字边就是这个经字 就变成这个字 那么这个字怎么读呢 中国的化学家就将这两个字的读音合起来 就变成这个字的读音 那么因为普通话呢 这个氢气的氢是氢 这个氧呢 仰呢 那么就将氢的开头 跟这个仰的那个音结合 就变成强 那么广州音呢 就读强了 那么所以强绿灰的那个强音是这样来的 和勉强的强 强水的强是同音 强绿灰 但是有趣的地方呢 这个字呢 是一些化学家的新造的 但是呢 古字都有的 你查说文解字呢 竟然查到这个字出来 古时这个是一个羊的名字 那么我们没法找到 古时这种羊的样子是怎样的 现在呢 恐怕也都没有人用这个字呢 来到去命名任何一种羊 那么 古字的读法呢 肯定就不是读过强 说文解字的说法呢 因为它是羊的名字 从羊 就是京声 这个就是声簿 就是很多着这个边的 这个声簿的字呢 它好像经过的经 轻重的轻 陶径的径 都是它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呢 古时作为一种羊的名字 就不会读强的 可能真的读经 或者读轻都不定 但是现在呢 就没有这么用了 唯一的用法 就是作为轻和羊合乏 就读过强字 这些人